董先生踩在昏床的床板上 床板中部凹了下去 比较明显 他下来后 床板仍有些轻微的弯曲 他说这张床才睡了两个月 睡了两个多月的一个时间的话 床出现了一个床体塌陷 就是刚来的时候是好的 但是后面睡了一段时间 就慢慢有点陷下去的感觉 刚好这个床是中间那一块部分 就是我腰碎的这块部分陷下去 然后一个人的话就成这样一个状态 这边是腰 董先生说 六月底他和妻子同时出现了腰部不适 两人去医院检查了一下 妻子被诊断为腰肌老损 他被诊断为腰痛 董先生说 自己在互联网行业工作 妻子是教师 两人之前都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董先生说 现在他把床垫铺在地板上 每天和妻子睡在这上面 我的诉求是希望我的床跟床垫全部退掉 然后他再赔偿我一万块钱 首先我们因为这个床睡得腰部不是 事情的话就是说 我们家里面已经引发过很多矛盾了 然后我怕影响到我们以后的婚后生活 董先生说 两口子是今年五月入住新房的 位于西湖区 婚床则是他丈母娘 在前唐区的盒庄加斯城买的 床加上床垫花了4000块钱左右 两个地点之间大概要一个小时的车程 杭州盒庄加斯城的老板说 因为距离远 他看了董先生拍的视频来判断 这张床可能缺了零件 底下就支撑了脚 忘记 既呢 还是我们安装的时候没安装上去 可能是这个环节出错误 其他没问题的 都是实木的 床可以退掉 那么床垫的话不能退 好像是有3400元应该 他们说这个英文系这个床 导致这个腰肌劳损 这个怎么办 那怎么说呢 有的东西你说到医院区块毛病的话 腰肌劳损损的话都是床 我的问题呢 我也不承认 双方没能谈拢 董先生打算再和老板 去属地市场监督管理所协商一下 188黄剑记者报道